蠢朵必草 小孩深处 蓉儿 我看这个婴姑真是喜怒无常啊 性情古怪到不足为情 可是为什么我们一提她话道 她就这么无力 那你说 她跟你爹爹是结了什么仇吗 我没听我爹说过 靳哥哥 她刚才给我们那三个不闹 可能是不怀好心的 我们拆开看看 别了 蓉儿 我看还是听她的话 到了桃园再拆吧 小红马 蓉儿 这下可好了 来 小红马 站住 你们往哪跑 站住 蓉儿 快上马 我站住 你们往哪跑 我在哪儿 你过来 是不是有难受了 没办法 听 же帅啊 咱们还有两天就要到桃园县了 不管怎么样 你一定要挺住啊 放心吧 就是为了你 我也会挺住的 我们脚吧 金哥哥 好 以图中所势路径而行 路径处有一条大河 河上有独木桥 到达时 彩虹色布囊 罗儿 我看一面快到了 荣儿 我一定会把你的伤治好的 荣儿 你看这座桥 好像就是图中所示的那座独木桥啊 金哥哥 这水那么急 怎么过河呀 没关系的 我们就从那座桥上过去好了 荣儿 你看 桥上还有人在钓鱼呢 水那么急 怎么钓鱼啊 我们现在还是看第二个锦囊吧 此女之伤当是为段皇爷能救 荣儿 段皇爷不是跟你爹齐鸣的那个男弟吗 段皇爷 我倒是听我爹说过 可是他在云南做大理国的皇帝 这不是太远了吗 是啊 彼多行不义 必获桃园 万人万难相见 若言求医 更犯大计 为登祈堂 已先遭于桥根毒之毒手矣 故须假言奉尊师洪七公之命 一现身机尽玄于私 荣儿 怎么段皇爷他会多行不义呢 为什么又说求医更犯大计呢 你跟桥毒又是怎么回事啊 靖哥哥 你以为我那么聪明什么都懂啊 哦 对不起啊 我看我们还是先过桥吧 嗯 这位大叔可否借个路让我们过一下 这位大叔你在干什么呢 臭小子 你眼睛瞎了吗 没看见我在钓鱼吗 哦 可是这水流这么急怎么能钓得到鱼呢 臭小子 你以为我钓的是普通鱼吗 我钓的是金娃娃 什么是金娃娃呀 金娃娃就是金娃娃 不懂还啰嗦个什么 可是大叔我们有急事要从这里过一下能否借个路呀 大叔这附近只有这一座独木桥能否借个光让我们过一下啊 大叔 大叔 我的金娃娃 臭小子 我辛辛苦苦等了四年才等到这条金娃娃 全让你给惊跑了 你赔我一条 对不住啊大叔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们走了很远的路才来到这的 我们有急事啊 还烦请大叔让我们过去吧 你们是干什么的 谁让你们到这来的 我们是来找段皇爷的 找我师父 段皇爷是你师父啊 那真是太好了 我师父不见外人 你们找他干什么 我们是 是不是找我师父治病啊 是啊 要见我师父 真是休想 我就是凭了老命也不会让你们过去的 赶快下山去吧 大叔 这位带病求医的乃是桃花岛黄岛主的爱女 现在是丐帮帮主 还望大叔看在黄岛主和红帮主的份上 带我们去见段皇爷吧 这位姑娘 是丐帮帮主 这是丐帮的打狗棒 想必大叔也略知一二吧 那么九指神盖是你们什么人啊 是我们师父 嗯 九指神盖与我师父的交情非必寻常我该如何呢 荣儿 这位大叔 我们除了治病之外 还有要是要告诉段皇爷 九指神盖命你们来见段皇爷 不错 是段皇爷 当真是段皇爷 不是旁人 当真是段皇爷啊 段皇爷早就离此尘世了 啊 在他离此尘世之时 怎么说这样呢 九指神盖他老人家就在他身旁 岂有再命你们来见段皇爷之礼 是谁之使 有何阴谋 快快说出来 大叔 靖哥哥 我们不理他 走 好 小心点儿靖哥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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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儿 快走 人儿 快走 快走啊 臭小子 你回来 臭小子 你别跑啊 你还行吗 蓉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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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河调离通关路 望不喜督已迟出 伤心心悍惊心处 终却万间都做了事 心白心苦 望白心苦 好词 好在哪里啊 青山相待白云相爱 梦不到紫罗供黄金带 一毛斋野花开 管慎谁家心肺谁成败 露相单瓢易乐哉 平气不改 达志不改 好上去吧 我就不作难了 金哥哥 不过 这个悬崖峭壁 能否上得去 非要看二位的造化了 金哥哥 真的很高 你放心 荣儿 我一定可以把你背上去的 金哥哥 这儿风景这么美 要是治不好的话 也不往白来 荣儿 你别说泄气话好不好 你的伤一定会治好的 没事吧 金哥 没事的 你一定要报警我 我 小心啊 嗯 金哥哥 你还是放开我吧 不 反正我总会死的 我不会放开你的 我说过我这一辈子也不会再离开你的了 好 那我们就说好 我们就一起死 好 一起死 多谢前辈相救啊 天意呀 哈哈哈哈 卓儿 来 来 来 容儿 怎么这么高的地方还会有牛呢 鱼桥跟图当然要有牛了 哦 不过 我还真不知道牛跟地是这么跟的呢 不知道这又有什么古怪 鲸哥哥 我们又要打一架了 不要啊 我还是过去好好跟他问路 希望他能放我们过去就是了 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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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